我是战主程一静 今天热什么 前联土局主席莫哈莫伊莎 今天被控了10项罪名 最后以80万令吉 以及一名担保人保释在外 那之前就提到了 那位自身男保的巫统主席阿莫扎西 今早出现在法庭 但是其实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人物 那就是联土局Felda前主席莫哈莫伊莎 他今早以一身浅绿色的巴迪服装 现身法庭 而在被控的10项罪名当中 有一项是刑事是性罪 而另外9项则是接受 超过300万令吉的回扣用金的收回罪名 但是老样子他也是通通不认罪 那说到那些收贿的罪名 今天还爆出另外一个中间人 也有涉及莫哈莫伊莎收取贿赂 那这个人就是首相马哈迪的政治秘书扎西 根据控状 首相的政治秘书 曾经在2014年7月21日到2015年12月11日期间 担任莫哈莫伊莎的特别助理 从中成为意见公司的董事 和莫哈莫伊莎的中介来收取贿赂 不过当媒体询问到他的意见时 首相的政治秘书则是以案件 已经进入法庭程序为由 拒绝回应